各位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的石灯藤 非常高兴接受危机数据10周年庆的活动 有了这一场跟大家在分享跟交流的机会 那首先先跟大家抱歉 因为下午有一个文化部文化科技黑科松的一个决选工作 所以不刻在现场跟大家见面 但等一下在QA的时候 我会在等待那个活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或是任何一个现场 与线上跟大家互动 那本来应该在slideshow的一个recode这一块 事实上是可以有人出现的 但是会占据右下方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就以声音跟大家见面 那这次的整个发表其实是由我跟阳明交通大学建筑所的志谦 和志谦的同学是共同完成 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 但我觉得是一个个人还蛮喜欢的决定 是因为看过他由君浩侯老师所指导的论文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关内有些蛮相通的 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 我们就共同以试构图或构造 谈资料转移于数点开放的系统思维 我们共够去完成这一次的一个完整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面去进行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进入我跟他的一个研究架构 跟一个前提的说明之前 先引述他入网里面所采用的这一个资料视觉化的一个架构图 这是由两篇文章所得到的 那事实上从这个摆设的部分 我们就看到他从收集data 从data table 到visual structure 到views 最后到使用者 其实基本上它都分成data visual form跟task的架构 那data跟task的这两个部分 事实上是相对的一个是使用者的行为task data是知道我们提供的一个 不管是透过提供一个搜寻的机会 或者透过一个展示的机会 或者提供一个认识的机会 它本身是存在的 它又有点像material 那最后是形成一个在平面上面的 一个资讯视觉化的内容 或是平台或UI的方式 以visual form的方式 让彼此之间可以进行互动 那之前那边在论文里面所提到的 用的名词是data abstraction visual abstraction跟task abstraction 那事实上它是聚焦于在最后 根据他们建筑所的历年的论文 那最后去抽取所谓的建筑类的论文 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 比较能具体化与主题内容 或查询到适当论文或内容的一个 所谓的视觉的萃取方式 那其实这跟我在相关研究 用数位点藏资料去进行 所谓的知识传递或是策展 或是所谓的资料平台的使用 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我提出的是一个content所谓的内容 context所谓的上下脉络 最后去形成一个curation或construction 那基本上我在整个结构上面 跟它的汇取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的context上下脉络 其实是包含着data本身的性质内容 跟使用者需求或设计需求 最后去共同把这样的元素组合 或是最后萃取出来 变成是一个策展内容 或是一个结构内容 这是我们所共同彼此之间 得到一些公购的部分 也是之后会去用这样的结构 去跟大家说明 这一整篇文章的一个方式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彼此之间的交集 最多的最明显都是我们 共同朝向所谓的curation construction 它所朝向的是 visual abstraction 或是一个visual form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彼此之间 希望是完成的一个具体任务 那最后当然是搜存 其实还是需要被取用的 那它的论文里面其实很清楚 它的论文名称叫做 以贡献分析与焦点上下文视觉化 探索研究主题地景的概念验证 那它这边所你可以看到 从data abstraction跟task abstraction 那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并列的方式 那么最后共同去形成一个visual abstraction 那最后不管是用互动法 界面编排或视觉编码 其实是为了提供一个查询 最后的应用一个服务 那这边就更具体在data abstraction 跟task abstraction这一块 那么怎样去透过 所谓的data abstraction的图谱分析 资料处理 资料汇整 取得一个不同图谱的视角之后 根据所谓使用者的使用行为 跟需求 在task abstraction这一块 不管是拆解任务过程 或提供个行动目录的一个资料 最后结合这些的需求 跟原本的材料 那最后去完成一个visual abstraction 那不管是界面编排或互动方式 提供个更适合的方法 当然是这个是 在整个理论架构里面 他透过研究的最后的一个 建筑所的建筑类论文 去形成了一个 所谓界面平台的一个优化设计 那本身也在不同的工作里面 去实现这些的一些内容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特别要去提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说起来并不难 像目前比如说最近一个比较夯的例子 应该这几天 就是台湾设计院 设计的被解冲三战的一个改造 那事实上当然不管它好或坏 它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还是必须要 我觉得如果有少 当然就是比较不应该 那如果基本的设计 大概是从使用者需求的task 购票的行为 那content跟data的部分是 多少票价要前往哪里 最后形成一个所谓的UI设计 或者使用的互动方式 形成一个visual的一个内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结构 在这边其实也蛮相像的 我们共同交集都是朝向一个 在使用的方法或使用的服务 那必须说啦 就是说资料转移它本身在 博物馆的场域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Interpreter, Generator, Curator和Mediator 那其实都是 其实你很难去界定 我是应该是一个转移者 生成者 策展人 或是一个中介者 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变成一个宣传的 或是交接彼此之间的一个 所谓的Mediator中介者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生成资料 去转移资料 最后形成一个大家可以认识的东西 像Curator一样 因为Curator它的经典定义 就是使用这些电藏资料 去形成一些 不管是教育推广活动展示或研究 这是我对Curator这边的坚持的 所以有时候会拒绝策展 也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我个人的理想策展 是在故宫那边完成 所谓器物艺术在整个脉络上面的 一个最后的展示跟研究 那其他的像活动型的一个 活动的一个共同参与的策展 其实我个人不是那么爱 但回到这个地方外 资料转移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一个工作跟内容 不管你是资料去进行 把它当成Material或Data 其实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这篇看起来比较复杂 这是我在台湾艺术大学 博士班演讲的时候 所提供的一个资料 其实分享神神上下两半 就是我把点藏跟数位点藏 两个东西 事实上经常去把它并列 不管是从不同论文 因为这边大概有十篇论文 去结构起来 从上面那一块 事实上谈它的艺术性 或是它的独特性 去确定那个数位点藏资料 跟点藏资料 点藏产品之间 有一些共同的一些 元素 去确认数位点藏 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而不是只能当成 是一个补充资料 下方这边是怎么 就是只能去形成一个 从它的原本所具备的内容 不管从实体 或是从数位来 它有它的不同的成为的架构 从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到所谓 Wisdom 最后事实上是聚焦 或是提供一个参观的 一个实际展览 或在网路上 变成一个咨询平台 也是可以是线上展览 所以这个整个架构 其实都一直有个脉络在 我提供的是一个 典长集展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大概也经营 大概一年多了 几篇论文出来 我今天有一部分 也会聚焦在这一块 那事实上这个是我在 应该是这礼拜 这礼拜五的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北异大的课程 就数位人文影博物馆 这个课程里面 提供给研究生 共同去思考 因为从线上展览来讲 现在面前 目前确实是众说分音 有不同的形态 那我把三个形态 特意的抓出来 第一个部分是 用Genella 它所做的一个 这是也是Europeana 所以说提供一个 所谓的StoryTalent的 一个数位工具 那非常方便 有点像线上版的 一个PowerPoint 不过提供很多模板 所以可以做很快的 所谓的线上多媒体 互动展示的应用 中间的这一个 是Culture Japan 它透过一个 IIF的一个资料平台 它把在国外的博物馆 所收藏的 日本的文化的产品 透过这样一个 平台的界面 当你点选之后 只要一键 你就可以Bell Museum 就建立自己的Self Museum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 所谓线上虚拟空间型的 一个客制展览 下面这个是当然就是 很多国博物馆 跟很多东媒体公司的 一个想法 或是一个期待 就是把3D的典藏的资料 变成一个在一个虚拟空间 拟争的一个虚拟空间 去提供一个数位导览 或者是数位欣赏的一个方式 聚美博物馆这个展览 其实做得非常拟增 它是一个线上展庭型的一个拟增展览 所以说如果把这种 三个不同形态的 线上展览变成是一个分析元素 分析内容的话 我觉得很具体的部分 我从之前的结构跟我的结构 可以看得到在大乡灵旺 就是所谓的Genialist 所完成的互动网页的 这样一个案例里面 它事实上是一个全形的 就是以典藏资料拿来资源 所谓的展示内容的 它是从资料的搜寻 资料的汇整 资料的脉络的建构 最后去找到一个互动网页的 适合形式去呈现这些资料 中间这个Culture Japan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像跳转式的 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搜寻引擎 当你把资料搜寻完成之后 只要一个建 Bill Museum 觉得Cell Museum 就可以被成形 变成是一个 以中性的framework方式 去在一个3D空间里面的墙面 被展示出来 所以它的跳转方式 是点藏搜寻 及展示的一个概念 下面那个居美博物馆 它当然是有非常精美的 左边的所谓的点藏品 是一个3D的上楼物件 右边的展示 事实上是呈现一个 如拟针的一个 所谓的线上博物馆 所以以我跟之前的结构来讲 其实我们部分 其实我的context 事实上有串在它的 所谓的Data Obstraction 跟Task Obstraction之间 最后我们所形成的部分 当然是以 Curation Construction 跟它所谓的 The Visual Obstraction为主 我这是一个 我们两个之间 透过这个三个分析 所形成的一个所谓分析图 我觉得在形式上面 其实没有绝对的形式 但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具体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两个结构 去分析三个不同线上博物馆的一个方法 那事实上我在 对这样一个所谓实体占品 实体点藏品 或是数个点藏品的思考 我想有一个源头必须讲 就是从Wikidata这边来的 当时跟文悦 还有雨仙 当时雨仙是比较早见面 文悦是先在线上见面 有个笔坛之后 再往下走 我觉得那段也蛮精彩的 那天其实讲了蛮久 我觉得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当时我们就特别从不同的角度里面 谈到所谓数位转移的实体性 当时的点场机展是 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些酝酿了 那我们当时所提出的是 从国外博物馆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博物馆 日本大阪的东洋陶瓷美术馆 它其实在Google Arts & Culture 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那我当时就形成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就实体产品跟虚拟产品 如果从虚拟产品里面去建立它的实构性 那它变成是一个真实存在 那后来才有所谓元宇宙 那我不知道元宇宙还没触及这一块的内容 也就因为我本身事实上是会希望从虚拟的典藏品 或者虚拟产品 虚拟典藏品本身有它的实构性 但是又处于一个所谓数位形态上面 所以本体论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对的重要 它是拿来用电脑语言去进行 所谓的知识传递跟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 所以这次的整个联讲 其实主要还是希望是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一个主要的领导知识或前导知识 怎样在数位的一个本体论的结构下 怎样去为了把数位的展品 变成实体化的目的过程中 透过一个知识图谱 一个knowledge topology 另外的话就是透过虚位架构 一个比较有形式上面 一个结构的narrative structure 最后去形成一个从构造跟构图那边 所可以呈现的一个展示跟互动功能 我觉得知识是可以被搜寻的 也应该是被展示的 这是主要的一个构想 如果我们是进行所谓的线上展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跟玉娟老师曾经有共同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是共同题目 不是写在同一篇 我们原本上写同一篇 那两个人观点现在是有点差别 那玉娟老师他本身所完成的资料 事实上是从他的设展的观点 去思考线上展该是如何 那我本身是从所谓使用者跟观察的角度 我觉得线上展本身应该要具备一个 在展见 在知识或是说在整个的一个脉络上面 透过图文或多媒体就可以形成的一个所谓的展览方式 那线上展不需要去拘泥于原本所存在的展览的方式 或是展览手法或是展览的空间 而是在线上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去结构一个更利于我们对于资料搜寻 能够提供更多资料 但又不会过度于背离或减少 我们对于所展示物件认识的一个方法 这种方式对我来讲 我本身是比较倾向是以一个网路页面的方式 去结构图文多媒体跟展品的重要资讯 然后本身这部分就形成我们之间的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这边基本上不管是PPT 或是一般的所谓的网页 甚至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测证平台所完成的内容 只要它能具备一个展建参与跟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三方结构 基本上它的虚拟展览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不管它是作为无所不在的博物馆 无所不在的展览 或是扩真的替代产品 或是一个扩真的资讯服务来讲 基本上它从这样一个展示的功能来讲 它其实都属于所谓的线上展 我觉得商店也是一个线上展 商展就是一个线上展 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一个被展示的一个方式 我们必须要从里面去理出它的架构来 所以我们把它放宽可能性之后 数位功能或是新媒体功能的互动加进来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我们该给它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而不是一味的被以前的旧有观念去所绑架 甚至线缩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个人最合理的或最适合的方式 就如这张图所看到的 事实上就是一个以平面为主 再加上多媒体 有图跟文的一个展览 以知识的取向或是资料的形式来讲 我觉得它是最具体的 我觉得它不会去掩盖线上展览 应该有的一个功能 或是它只释放的光芒跟效益 但是它也不会过度强调实体展览的必须性 也维持着它应该要有的辅助功能 所以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东西 那我一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数位点长 不管是从资料转移 或是后来的一些具体应用 看这几年要聚焦的东西 其实都是从一个公共知识的链接 或是公共点长品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我这边所谓使用的是 比如说Michael Freak 这一个所谓的 它的名称叫做共享权威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诠释权这个释放出来 在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作者自由度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要求要由一言堂的方式 或是背跟虎的概念 是讲一种的一个诠释 而是开放大家那种不同的创作者 或是不同知识的拥有者 甚至一般的民众去认识这个东西的自由权 所以我们要从趋同的过程中 去慢慢找到求益的可能性 也因此必须说 我其实比较聚焦在公共知识 或公共点长的公共性的一个所谓的链接 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是要链接知识 也要链接点长品之间所形成的知识脉络 那我现在之前所完成的两个比较具体可以拿来做这个说明的 一个是文化部文资局的一个产业文化资讯特展 因为现在目前正在协助国家文化系统2.0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显性的跟隐性的概念 比如说很容易看得到的 或是隐藏在旗舰的脉络的东西 把它拿来做形成分析的话 以文资局的那个案子来讲 显性的部分当然就是在展示的功能上面 或展示的面向上面 就如照片所看到的 那隐线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的 各个context跟所有的content的整个研究 也希望包裹在旗舰 不是特别隐显 也不是显现 但是它至少是存在着的 那如果以国家文化机构2.0来讲 对方现在这边的video的一个图跑掉了 跟盖道制 那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基本上 它还是以资料为主 所以它不要显性的部分是 整个的内容跟它的context 所以我们用视觉画这边 基本上就是一个context 也是要符合所谓的使用者的task 但最后它其实有一个 策展的概念隐含其间的 就是中间我觉得必须要去强调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功能上面的 或是在形式上面的一个显性跟隐性之间的一个差异 也因此必须说任何一个数位形式 其实都会面对所有的不同的知识功能 或换菌产生一些变化 以这边的一个 以世卫世界宗教博物馆聊天机器人的一个资讯转意 我觉得我回想当时我其实基本上就是拿到教育点长 教育推广跟研究点长组的所有资料 最后再从这资料里面 已经完整了一个所谓定稿资料 再去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数位形式 所以我中间是在后面的真具task 最后去变成一个feature的方式 或是我这边所提到的 context已经确定了 我怎么用curation的方式 或construction的方式 把它解构成这样的一个checkbot 而且非常方便 所以只要前面的资料完整 其实数位化或是数位应用这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不会是有太大的难 那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当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内容 就是台湾文学馆它的一个实境解密 小风筝榜长宝度 它是透过实境解密的方法 让你去针对所有的 在台湾不同的一个庙语跟文化景点 去完成一个故事内容 其实它也是有它的架构的 所以我当时曾经用 Bud Bunny这样一个checkbot的design 去模拟它这样一个形式进行教学 所以它的checkbot flow跟根flow其实很像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 所谓的exervation narrative flow 我们在做策展 像我当时在协助那个 嘉义士博物馆里面的一个 焦石头博物馆进行策展的时候 我们在编写展演计划 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都一个知识 就资料所完成的一个 最后规划成不同的展区 最后进行里面的一个策展 里面的一个研究的呈现 跟视觉跟空间 还有图文之间设计的一个成果的要求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脉络下来 其实非常非常有结构的 而且非常有组织的 其实我觉得在回想起来 透过这个演讲 我觉得这一次在回想过去的工作 其实都隐含期间 把这些东西做一个资料转移的工作 那我们其实没有背离 我们当时所要求或现在累积的一个专业知识 只是你不同去往前看的时候 其实都在其中 都在那个范围里面 那也一样就是我们在教趣事的时候 都用点线的构成去进行 那我现在又更从空间的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平面的脉络 或是一个主题脉络 或是形成一个所谓的cluster这样一个形式而已 而是必须去从3D的空间 或是根据空间性的思维 去把这样的东西进行一个有效的组织 那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现在目前的整个组织的整个构成 其实因为AI的介入或数位科技的介入 变化更多可能性变得多 而且速度更快 所以我们不该用人脑的方式 去结构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东西 而是应该透过数位辅助了 我们也有更新的思维更新的思考 所以必须这样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就打破第四道墙 我们是一直进入新的舞台 这个舞台可以呈现给我们什么 我们进入这个空间里面之后 不管是用后设电影原电影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是进入里面的一个 跟角色之间的对话 我们是有不同功能的扮演 我们是使用者观赏者 我们是创造者导演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替换跟互换跟多元 其实让我们在里面期间有更高的自由度 那也必须要有一个作者的所谓威权 或是拥有权的一个减损或是一定的一个施方 如果从博物馆再强调我们除了第一空间跟第二空间之外 中间有所谓博物馆当成所谓的社会的第三空间 或是我们打破第四道墙一样 那如果当最近看到的Shit Hawk 就是Shit Hawk 跟我们这间所看到的那个史诗 其实都我对镜头说话 其实我们等于是说 非常拉近距离在一个所谓的表演形式 或是所谓的资料平台之内 所以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面对不同博物馆 其实的观赏行为其实有它的变化 比如说这边所进行的所谓观众类型分析 就分成所谓的鱿鱼型的 或是右下角的蝴蝶型的 到处飘动的 甚至是说炸猛型的方式 就会自己选择自己一个所谓的方式去移动 那当然我们不能很要求观众 都像你在工作脉络或是叙事脉络里面的 跟着你脉络走的蚂蚁型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定会有 但是不见得是一个最多的多数 那就像我们看漫画一样 其实我们有自己的reading flow 那我们这个reading flow其实我们很习惯 所以我们在这个编写上面 在空间就有不同的组合 熟悉的人就知道怎么去阅读 那也就一样 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必须要建立 我们对于展览空间 甚至变成数位化之后 知识怎么传递跟阅读的一个 所谓的脉络跟一个流程 那我觉得很多的议题 很多的形式 包括数位本身 从文化技术的观点来讲 它本身也有它领域的特性 它也可以去占领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占领 或是实体空间的占领 甚至一个数位空间的占领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非常多 不管意识上面的或是数位空间的 这是都超越我们前所想象的 我们原来占领这件事情 是可以透过这样意识流的方法 透过数位的方式 形式上面的方式 去很深刻去影响到现实实际 也因为注意到资料本身从转移之后 形成一个新的知识 或是一个资讯 它所提供的一个空间性 议题性跟实构性的概念 就这边提出三个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思维 第一个部分是资料转移 它具有虚构箱跟实构件的概念 虚构箱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知识之间 所传递的或叙事的脉络里面 其实有点像是把路径时间空间就具体变成在一个知识的一个上下 上下的context脉络里面 我们虽然这边东西我们所说所做的设计跟空间性里面 不见得一定看得到 但我们不如就先把它称为所谓的虚构箱 实构件的部分事实上是 当然被呈现在一个所谓展区 或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叙事结构里面 其实里面都很多的所谓的数位性 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如实体东西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觉得它在实购 实化这件事情 所谓说physical physical再加digital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技术形成 转移特别需要这个 把它去实践所谓典长机展示的一个成果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第二点就是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交替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跟角色的交替 事实上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于打破原本横根于 所谓的作者控制权跟使用者自由度 这之间的所谓地势道墙 而形成一个自我存在 在这个一个所谓开放的平台里面 所以在开放的平台里面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的打破 我觉得是一个遗失性的感觉 那最后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所谓的数位的 所谓的链接跟数位的沉浸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应该是 Intensive Information 当这样一个很具有强度的内容 是去持续保持所谓能动 跟所谓行动呼吁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 不管是以任何形式存在了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会让它去停留在 知识内容机体里面 去进行很多的资料链接 知识的累积跟资讯的搜寻 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 之后形成在它阅读之后 或是在它整个理解之后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所以不管是链接或沉浸 我觉得都是黏着 或是彼此之间变成一个提供的数位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 那最后几个段落 其实另外多出来的 虽然时间也快到了 在27分 其实任何文化技术 如果到一个新的形式的时候 其实都会产生一个不同 不管是在知识取得 或是你在思考过程中的一个变化 像这边所提出来是一个打字机 或是现在所看到的像 PowerPoint或是录音档的方式 或是所谓TTS Text to Speech 其实让我们在知识传递上面 或记录上面变得更简单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技术上面的 对我们的相关的影响 或许是造成相当的革命 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思考 它是不是像只有一种形式呢 还是看影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不同空台的方式 去提供一个新的所谓的数位剧场的一个记录方式 或是说我们在看以前的什么录影带的时候 录影片的时候 这种的video事实上可以拆解成frame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一个图像的思考方法 让这个所谓的影片的组成跟构成 我觉得变得会更有趣 而且更多参与的可能 那就回到我这边所提供的一个内容 所以不管是艺术品的实构跟虚拟 那我本身其实对这样一个知识 其实有慢慢在进行实践 那我本身也进行 因为我本身是做艺术实研究的 那我个人其实非常爱写这些资料 所以我在Convencer系列里面 就用过很多的数位典藏资讯去进行自己的转意 甚至最后的一个策展 所以我形成是在一个文章里面 去提供关于任何一个艺术品 或是一个艺术脉络的一个知识 那也一样 就是说对我来讲 现在艺术品跟创作跟艺术史 其实是一个4D结构了 加上数位之后 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跟欣赏的方式 那我觉得以这样来讲 我不会过对于Gini 过去所研究的一个学术派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我会更open minded去开放的 去接受不同数位形式对我的影响 以上演讲也大概就是我跟志谦 在针对这一次 是构图或构造谈资料转移于 数点开放系统之为的一些想法 代表志谦跟我本人 感谢大家 谢谢